我们看到马英九去了大陆走了一圈,刚刚回来,蔡英文去美国访问,也是刚刚结束这个行程,马上台海之间又出现了紧张局势。 我们看到北京时间的4月8日下午3点,中共的131军舰在海上与台湾的海巡署的舰艇出现了对峙的情况,这是海运署的舰艇在向中共军舰喊话,请他们赶紧离开,不然的话就要采取措施进行驱离。 你现在131军舰,这里是中华民国海巡署100军舰广舰,你现在已经严重破坏地域和平稳定及安全,请你立刻转向死离,如果你继续前进,我将采取驱离措施。 现在时间8日下午3点,我国军舰126号与大陆军舰131军舰两艘对峙中,目前两艘军舰相隔约三海里,目前持续往南航行中,本艇在旁警戒。 我们看到,当时中共的军舰如果不立即避开的话,那么台湾的军舰很可能就要开火了,因为此时台湾空军方面也传来消息,台湾的空军在上空也已经锁定了中共的军舰。 由此啊,我们不能看出,中共的流氓本性很难改变,也是不能改变的,它总是要伺机进行挑衅,想试探试探你台湾的一些反应。 如果看你好欺负,它就得寸进尺,一看你要来真的了,海陆空都瞄准了它,它立刻就跑掉了。 网友们看到这个消息之后啊,也都为台湾的海军们鼓劲,为台湾的军舰鼓劲,说中共再调戏,就狠狠地打它。 看来呀,中共要不打它,它还真就不会消停的。 好,关于这次台海对峙,我们会继续关注后续消息,并及时跟大家做出报道。我们下次节目见。